问这个女人的创作能力有多强 这些火爆全网的歌都是她唱的 薛之谦在听到她写的歌词后 都一度情绪失控 我特别喜欢徐佳莹的 而徐佳莹用了十年时间 从默默无闻一跃成为金曲歌后 08年首次参加比赛 她就敢带着原创歌曲 升级白马杂场子 一举打破了该节目 最快亮起25盏灯的记录 甚至还在诸神黄昏的09年 拿着首张个人专辑经验金曲奖舞台 从而被无数媒体称为百年一遇的才女 我改变所以又回到晚 崩下岁点无人管 终于在2018年第29届金曲奖上 她凭借第五章专辑 斩获最佳国语女歌手和最佳国语专辑两大奖项 成为一代金曲歌后 可以说她强大的词曲创作 就连老靴都忍不住向她邀歌 当场问你要一副词或者要一副曲好不好 真的好啊 真的那就说定了 而让薛之谦想贵的 除了他写的词 徐佳莹这首《失落沙洲》更是榜上有名 《失落沙洲》 他这首歌其实完全不用这么写的 他就可以写成 我特别希望你回来 我特别的希望你回来 但他聪明在哪里 他反省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 更伤人 你能明白那个点吗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 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 回头才发现你不再 留下我迂回的徘徊 伍百这首《失落沙洲》 独特的风格虽然深入人心 但没想到徐佳莹的演绎也能这么的惊艳 重新的编曲配上他柔美的嗓音 竟多了一些孤独凄美 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 可以慢慢划进我的心怀 舞池中的人群 天天散开 当他一改深情乖乖女的形象 总能让人眼前一亮 摇滚饭唱跳不仅洒脱 还真是有种反插萌的感觉 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只烟 说走就走我有的是世界 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 独自哭着无法往前 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只烟 说走就走我有的是世界 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 独自哭着无法往前 徐佳莹这首九年前创作的绿洲 编曲海浪般将情绪层层推进 演唱从妥协到心痛再到无奈 让人越听越想哭 你等往前走 我也厌倦了再蹉跎 紧高住的绿洲 是残破的还是神龙 你真的要走 我还以向情乐的奢求 风吟在荒芜的时空 不再前进的我 但你绝对想不到 拥有着天使嗓音的她 却有着演小品的潜力 还有什么歌是徐佳莹不敢唱的 我还以向情乐的奢求 甚至还能在演唱会上 边表演杂技边唱五环之歌 真无愧于网友们给她的称号 小品天后 小品天后 胜利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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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